除非是和平分手,双方言明好聚好散,几乎是上每一对情侣要分手的时候,总有一方是处于状况外,连挽回都不懂得挽回,非得要离开的那一方铁是心肠的拒绝才明白缘分已尽。 针对劳基法修法,有条件松绑七休一,民进党政府的态度强硬,以几乎没有转款的余地,近来就算劳团速度走上街头也难以让民进党回心转意,伤透了不少过去把民进党当作占有的劳工朋友的心。 然而,眼看民进党就要与劳工分道扬镳,向右派靠拢,一去不回的时候,总统蔡英文却在年终谈话时表示,外界若单以一次修法来定位民进党跟劳工关系的翻转,有一点不公允,显然两者的关系正面临终结,蔡英文还在状况外。 行政院长赖清德纠任后,拼经济的态度明显,固然值得肯定,但做法却像是在追求一名新对象,陷进殷勤,对于资方的要求不遗余力,对劳房的照顾却是极尽推脱之能事。 现在民进党的角色似现代城市美,得到政权后变贪图当驸马爷的荣华富贵,冷落广大劳工的权益,让劳工无辜沦为情相连的角色。 但民进党变新的同时,好像又希望可以脚踏两条船,枪说自己人跟劳工站在同一阵线,以为强辩就能让劳工继续无怨无悔的支持。 可是政府竟然可以对劳工无情,劳工又为什么不可以对政府无意? 竟然以兵,零分手时刻,民进党若想劳工持续相挺,至少也要懂得挽回。 否则一意,我行我素,不给修法任何调整的下场,就是明明分手了,还以为恋爱人,报戏资料照,分享。